像我們打遊戲一樣 玩一個手遊Candy Crash 去到二千多關的時候 不停卡關過不了 我們自己有時會心灰 不玩 放了一會 去到某個時刻 可能他突然給我一個肚子餓 其實在數據挖掘就可以找出 哪個玩家在哪個關卡 整天卡關 然後他們就會優化 作出決策 可能給我一個肚子餓 又或者給我一個星星 然後一開關就可以打爆了一半的糖 這樣就可以做成 遊戲就可以繼續玩下去 Hello 歡迎大家又回到AI小伯系列 我是合志巴仁 今集一直都在講機器學集中的五大要素 今天就要講最後一點 Machine Learning中的數據挖掘 數據挖掘 可以說從一堆數據 一堆資料中 找出一些模式 關聯和趨勢的過程 他就利用了統計學 機器學習和人工智慧中的技術 去分析和解釋數據 首先我們要知道 數據挖掘的目的其實很簡單 就是要在當中的數據中 找到一些有價值的資訊 繼而去申請預測 決策和優化 這個數據挖掘的技術 在任何一個商業界別中 都得到一個非常重大的廣泛應用 例如有營銷 金融 醫療 又或者是一些社交媒體上 通過這個數據挖掘的技術 我們就可以知道這堆數字 背後有沒有什麼隱藏著的訊息 模式 又或者是更好的方向 趨勢 去給予一些中小型的企業 又或者大型企業 可以做出一些更明智的決策 以及可以提供更好的服務給大家 數據挖掘就像一個偵探一樣 它可以幫我們從一堆大堆的數據裡面 去找到一些有趣的東西 這些數據可以在我們日常搜索的資料 在我們玩遊戲的時候的破關紀錄 又或者在我們網上購物 又或者在逛街購物都會有的消費紀錄 這些一一都是一個叫做大Data Big Data 就像我們打遊戲一樣 玩一個手遊Candy Crash 去到二千多關的時候 不停卡關 過不了 我們自己有時會心灰 不玩 放下一會 去到某個時刻 可能它會突然給我一個討論 其實在數據挖掘就可以找出 哪一個玩家在哪一個關卡 整天卡關 然後他們就會優化作出這個決策 可能給我一個討論我 又或者給我一個星星 然後一開關就已經可以打爆了一半的糖 這樣就可以造成 遊戲就可以繼續玩下去 繼續有過關的邏趣才可以 這些遊戲製造商 所以很多時間他們都會加很多不同的AI的功能 如果說數據挖掘是一對筷子的其中一隻 那第二隻筷子會是什麼呢 相信就是運算力 數據挖掘和運算力可以說是貼合的一對組合 他們兩個的關係非常之重要 想像一下 數據挖掘就像一大堆謎題一樣 但是你要用什麼才可以逐個拆解到這些謎題呢 就是運算力了 如果運算力足夠強 足夠大的時候 那你解題就快一點和準確一點 所以他們的天生就是一對 舉多一個例子 譬如說我有一大堆關於學生成績和學業習慣的data 我們想找出學習習慣和學習成績得出來的關聯和關係性 究竟是什麼 但是在這個情況之下 有大量的數據是需要計算的 因為我們要針對每個學生的成績和學業習慣 進行分析和進行比對 在這個時刻就要得到一個非常強大的運算力 才可以完成這個任務 所以說一定要有足夠的運算力 才可以計算到數據 再而得出一些更精準的答案 做到最好的決策 以及就是讓公司提供更好的服務 就是這個意思 提及到運算力 福布斯也有一份報告剛剛新鮮出爐 他就聯同了兩間風頭機構 列出了一些未上市的公司最強的運算力 他就一至一百大 究竟哪一間是做到最高運算力的公司 可想而知 大家最流行最常用的一個軟件 就是ChatGPP OpenAI已經獲得了全球私有化公司 最高運算力的一間公司 在這個AI突飛晚進的時期 你得到運算力 你便會得到最強的答案 從而會有最多人相信這套軟件 得出來的答案是最準確的 第二名就是Databreaks 他就超越了第三名 長期在他前面的Strap 一個就是金融軟體的公司 他就是將資料巨大化 因為他亦都要運算 所以他的運算力提升時 令到他的運算力成為世界第二名 他比上一年超出了33名的名次 然後突然跳到第二位 這也可以說是一個創舉 當然第一是OpenAI 他最厲害的 所以現在運算力的提升 對一間公司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日後看哪間公司用AI的時間 你就可以問他 如果你是生產AI 一定要了解他運算力有多少 才可以得到那間公司究竟有多強 可以說運算力就是你的公司的本 你的底子有多強 而你的出品就是告訴客戶 你可以怎樣使用我的應用程式 然後你可以達到什麼效果 而達到效果那樣東西 就是要看你的底子有多強 接下來我們就要說到 數據挖掘對一些公司來說 究竟他們應該怎樣應用 找了一些大公司出來 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間就是Google Google就是世界最大型的 互聯網平台公司 說到Google 數據挖掘一定可以幫助我 解決第一大問題是什麼 就是手索引擎 全部人都是用Google 用手索引擎 這是無可匪夷的一件事 但是在數據挖掘方面 我們怎樣可以令到客戶體驗更加提升呢 這就是可以數據挖掘加運算力幫到手 得出來的結果的一件事 第二就是Facebook Facebook就是全球最大的社交媒體平台 用數據挖掘可以幫助他分析消費者的行為 另外就是最有名的他的廣告 廣告夠不夠過性化 這些一一都可以用數據挖掘幫助改善 第三就是Spotify 全球最大型的串流媒體音樂平台 用數據挖掘可以幫助他們分析消費者客戶的喜愛編號 他們聽音樂的慣性 幾點聽 喜歡聽什麼音樂 然後就可以給他們一些個性化的音樂清單 這也是數據挖掘可以幫忙做到的事 第四就是阿里巴巴 大家都知道它是中國最大的電商平台 阿里巴巴運用數據挖掘可以做到什麼呢 第一也是分析他們的消費者 客戶的消費行為和習慣 然後從而優化他們的平台 使使用者對他們的UI運用更加暢快 更加舒適更加買得開心 這些世界級的巨頭 其實全部都已經用這個數據挖掘了 以及已經擁有強大的運算力 去協助他們公司分析他們的客戶行為 消費習慣 然後從而去體驗到這件事 怎樣可以令到他們的服務更加優質 怎樣可以改善他們平台的UI 令到消費者的購物更加方便和快捷 可以說對消費者來說 數據挖掘是令到他們更舒服的一件事 說到這裏 AI的Machine Learning機器學習 先說到這部分 之後我就會說一些 什麼是通用AI 或者是強AI 軟AI 或者是一些應用程式類型 怎樣可以應用到在我們日常科技 生活中 不要說到企業怎樣用 說一下個人怎樣用 日後希望做更多AI相關的資訊給大家 如果大家有留意我最近的IG 應該都會知道 我不停更新一些相關的新聞 大家都是AI小白的同時 都要不停學習 了解一下AI的新聞 AI相關的資訊 這些都是幫助到我們 從一個AI小白 去到一個不是AI小白的階段 非常重要的過程之一 希望大家可以追蹤我的IG 還有最後說到一件事 就是關於我實體的東西 我們在8月18日 會有一個知識沙龍 裡面會提及到一本書 其實這個知識沙龍已經組了五屆 我們就希望以一個體驗式的學習 去學習經典每一本書 我們在過程當中會有非常多的互動 是令你記住那本書 不是看完那本書放下了 幾年之後你拿著那本書 你只記得書名 不記得內容 最深刻的感受 一定是一起互相互動 體驗 之後你還可以說出來 分享給你的朋友知道 如果你有興趣了解更多的 也可以了解我的IG 上個也有一個帖子 上個也可以報名的 而我們整個圈子 每一次我們從十多人 二十多人 去到上一次 有五十多人一起參加 如果你說都想進入一個 學習氛圍的圈子裡面 這個知識沙龍 真是萬物錯過 你體驗一下也好 了解一下這本書的精髓 在裡面我還起碼送兩份禮物給大家 而價錢真是便宜過你買一本書 OK 那就不說那麼多了 希望日後會分享更多不同類型的書籍 或者AI資訊給大家知道 今集的時間就到這裡 跟大家說聲拜拜 記得按訂閱和小叮噹 有什麼最新的AI 或者書本的資訊 第一時間會和大家分享 今集就到這裡 跟大家說聲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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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